拆箱前請先確認產品、型號、規格、品名以及顏色 均確認五物後即可進行拆箱 取出箱內零配件頭枕 取出箱內零配件座備墊 取出箱內零配件頭靠座 取出袋內零配件、撥角盒 可先將握把往前折 再稍微將輪椅往前挪取出撥角盒 將外箱90度翻轉如畫面所示 便可輕鬆地將輪椅取出 產品包裝袋收妥後放回箱內 接下來將輪椅攤開 作備墊均設有相對應的魔鬼簪黏貼位置 背墊本身則另外有腰部固定枕 高低位置確認後便可將被墊黏貼上 作墊本身上緣設計有透明墊 下緣則無 亦設計有相對應的魔鬼簪黏貼位置 凝貼時將坐墊上緣至於內側 坐墊下緣至於外側 取出撥角盒內零配件 分別為右側撥角、左側撥角、小腿帶以及反撐桿 右側撥角安裝時請先掀開腳踏板 將撥角安裝點確實置入定位孔 確認接觸點完全密合後 便可將撥角轉向正面 請先將腳踏板掀開 將撥角安裝點確實置入定位孔 確認接觸點完全密合後 便可將撥角轉向正面 接下來安裝小腿帶 先將背面魔鬼簪撕開 繞過撥角桿來做黏貼 另一側安裝方式相同 繞過撥角桿來做黏貼 小腿帶中央處魔鬼簪 可依需求調整鬆緊度 接下來進行反撐桿的安裝 建議將螺絲頭朝內避免介護者刮傷 按壓彈扣將反撐桿卡入孔位 另一側反撐桿安裝方式相同 不需用到反撐桿時 可將彈扣解離 將反撐桿180度朝上旋轉 頭靠座安裝時 將魔鬼簪面朝前 將平面朝後 將頭靠座置入對應孔位 確認孔位對準後 緩緩置入 以免烤漆刮傷 接下來將兩側孔位螺絲轉緊 頭枕後方魔鬼簪 均以頭靠座互相對應 可依使用者需求調整頭枕高低位置 高低位置確認後 將頭枕黏貼上即可 先將手煞車煞住 按壓傾倒握把 將椅背壓下後至適當位置放開 按壓傾倒握把 便可將椅背回正 將彈扣解離 可將扶手往後掀起 放回時 確認彈扣確實穩固卡住 可先將手煞車煞住 鬆開孔位螺絲後 可將頭靠座取下 拆開小腿袋 將腳踏板掀起 按壓彈扣將左側撥腳旋轉卸下 右側撥腳旋轉卸下 將右側反撐桿解離 左側反撐桿解離 將坐墊往上拉提收折 按壓彈扣將椅背後折 將一手握住坐叉 另一手握住車身骨架握緊坐叉 握緊車身骨架 可視後車廂開啟高度 將輪椅直立式置放 或躺平式置放 提醒您 隨車均付工具包 使用說明書以及保固卡 進行妥善保管機 祥田保固卡後寄回 因為祥田保固卡 在於是